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斯科市议会9月选举但当局却以未收足够联署禁止反对派参选 黑箱作业印发民怨超过3000人上街怒吼却惨遭警方粗暴镇压 好几名警察联手压人甚至抓起警棍就朝群众抹挥 不少人投过血流鼻掳骨折 拥有1300人遭逮送办 只是反政府示威闹翻天 但总统普丁却不见人影 总统普丁却不见人影 搭着迷你潜艇深入海底50公尺 放置悼念船员纪念碑 只是这潜艇外观类似007电影反派乘坐的潜艇 也让人想是不是刻意出访避开敏感时刻 在新闻黄琼会报道